阿 妖怪 你别过来啊 大胆 死闯本王起宫 却还敢如此无力 本王 难道 你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 葵木郎 我就是葵木郎 你要如何 怪不得画手族大王 从来不在众人面前 以真面目似的 怪不得要抢亲 肯定是怕见了真容 没有姑娘愿意嫁 所以把我挪来 三更半夜 不在自己的寝宫待着 反倒跑到本王的寝宫来 恐怕这有点不太合规矩吧 那么敢问大王 你是看上我哪一点 我 看上你 不可对奇葩之言灵珠之事 他此刻对我如此抗拒 如果再认定这是一桩交易 恐怕更加难以 与我真心相爱 我 我改还不行吗 那本王就告诉我 那天 本王出门想看看景色 看到你在驯服烈马 十分果敢 一见清新 我就不信 我驯服不了你 便想娶你为王妃 我从未见过你这样 像你这样蛮横之人 随便你怎么说 反正你现在已经在画兽了 大王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对不对 其实 你知道怎么回大侠 要不然你就告诉我就好了 我自己回去 本王可以告诉你 来了画兽 就没有出去的方法 我不信 不信 没关系啊 时间久了 你自然就知道 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这一定是梦 不行不行 要不然先睡一觉吧 明天起来 再想想逃跑的办法 糟了 这不是后门 不是歇业吗 怎么会有人啊 是你 是你 公子好样吗 好身材 公主请自重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是公主 不对啊 我是男装 八成是柳军 要是他突然进来喊我大王 我的身份就暴露了 我就是 是不是